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現在其實不是說什麼八字頭啦 現在是看到CPI的年增率要到九了 都已經有這樣的預估了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而且這樣子的話 那股市還會再跌吧 來 楊哥 當然還有更可怕的預測 說可能會破40年來的新高 不是 那就是破10了 是 是 這個 這個挺麻煩的啦 因為糧食 能源 住房都在漲 而且看不到頂 那另外他又 他不只要升息 他還要縮表 你不要忘了 對 所以我們講升息 升息他想要壓一通膨 可是縮表就是真的 從市場把錢抽走 對啊 所以現在大家就在想說 到底有多少股票 是完全是靠資金行情炒上來的啦 那當然科技股一定首當其衝啊 比如說現在 哎呦 來吧看吧 現在納斯達克棋子已經跌了3% 360點 現在 那道琼是600點 那其中有一些個股啦 比如說特斯拉 特斯拉我最近也在看他的一些數據 實際上特斯拉所造的車輛的數字 大概比Toyota有辦法少多少啦 我看大概只有10分之一吧 是 還有比如說福斯 VW 這些都是很大的汽車廠 對 可是他們的 就是他的本益比人家沒給他那麼高嘛 他就是平常的車輛 對 那過去因為過度的去高估電動車的未來 對 看好前景嘛 然後他就拼命 因為資金實在太多了 就拼命灌 拼命灌 資金好像去推上去的 特斯拉一度到1200啊 對 那現在只剩下696 而且今天還沒開盤耶 是啊 我認為他還會再跌啦 嗯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啦 就是說 當科技股 大家發現他這個未來 未來的前景如果有很多 事實上是資金行情堆出來的時候 對 那當大家預期消費者的 手上的錢會變少 嗯 為什麼呢 因為萬物皆漲 嗯 所以你可支配的所得就變少 變少了 所以你的訂單一定會下修 是 那 我坦白說現在沒有人能夠預期 訂單下修到哪裡 是 現在的問題就在這兒 比如說 比如說中國大陸他解封 嗯 可是中國大陸沒有辦法 瞭解海外訂單會變成多少 嗯 這個他不會知道 對啊 他 他甚至於連對國內消費市場 能夠恢復到哪裡 他也沒有把握 嗯 那 更何況對輸入性的通膨 他也不知道會到哪裡 嗯 所以今年真的是 不確定的變數太多啦 那我們還沒扯到那個什麼 Omicron BA4 BA5 之類的 那個我還沒有講到啦 嗯 不過這一期的經濟學呢 就直接講 嗯 說 他認為2023年 最晚下半年會開始進入溫和的衰退 他第一次用衰退這個字 是 那有一些人甚至認為 可能是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 就開始進入衰退 對 對 就是整個 整個這個GDP是下降了 就衰退了 是 那 這個恐怕就是越來越多經濟學家 是這樣的看法 的確啊 就是亮哥講嘛 金融時報來採訪49個經濟學家 預估美國經濟衰退是什麼時候 然後呢 你看 第一季第二季 第一季第二季 然後68%都預估明年會衰退 你看都將近七成了 都看不好啦 所以看不好 然後我看 當然你看面對這樣一個數據的話 升息三碼就不是沒有可能 有可能 就 對不對 那個機率就會提高嘛 所以美國啊 像密歇根大學 他們就公布那個消費者信心指數 結果就又降低了 而且我跟妳講 因為美元是霸權 它的升息會吸走全世界的資金嘛 是 所以會緩解它的股市喔 那 信心市場是更激烈 就累了 更激烈 對 更激烈 好 所以呢 大家都要怎麼樣 buckle up 我們講說綁好安全帶 因為呢 這一波這個震盪會很大 拜登的說通膨率逐漸下降 但我們要忍受它一段時間 到底要多久呢 沒人敢說啊 所以眼看著 華爾街日報就在報導了 說現在呢 成本都在漲 所以呢 物價當然也就跟著飆 食品的價格會繼續漲漲漲 漲到什麼時候呢 至少漲到明年 至少漲到明年 那麼像很多的一些食品啊 相關的業者 好 比方說卡夫亨氏 就說 你看做這個番茄醬 成本不斷在提高啊 那麼在8月 他們就要漲了 漲什麼呢 做美乃滋的醬啊 義大利麵的醬啊 還有這個咖啡啊 咖啡粉啊 等等這些相關的產品 都會 麥當勞也告訴你 正在演你 消費者是不是能夠承受價格上漲 這個方向是調漲的次數 是更加的頻繁 但是呢 幅度要稍微小一些些 不過現在你看 肌肉 肌肉變貴了 加工商將產品價格 上調34% 去皮的五股雞胸肉 這美國人特別喜歡吃嘛 然後呢 就說價格也已經漲多少 哇 好驚人的漲幅 百分之六十八耶 牛肉從今年的一到三月份 價格也已經漲了 快要將近25%了 所以介大使 你說累不累 好辛苦喔 什麼都在漲 然後看不到 到底漲到什麼時候 對這個還是 這個還是要怪俄物戰爭 這個全世界的糧食供應啊 這個產業鏈被打亂了 對不對 美國牛肉為什麼漲 美國牛肉它叫corn fat 它是吃玉米的 你玉米的價格 升了你牛肉漲不漲 一定漲的 對不對 美國的雞也不是 美國的雞也是吃飼料的 這個飼料都是穀物啊 你穀物漲 你這個雞肉漲不漲 對不對 那你現在把這些 這種大宗的這種食物的原料 都現在供需都搞亂掉 對不對 小麥玉米 這些都是很基礎 還有一個很麻煩的 就是肥料 肥料俄羅斯跟烏克蘭 也是零礦 零啊這些蛋啊 這些重要的這些供應國 所以這個食物的事情就是 你不要把這個供應鏈搞亂 你搞亂的話 西方國家美國戴好 我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這個不准他賣 這個不准他 這個這個 付款的機制都把你打亂掉 然後你以為你制裁到俄羅斯 回去上 他的份額在國際市場不見的時候 或減少的時候 那就是供應不足 供應不足那就是價格往上升 那這是一系列的 你光一個玉米不足 你看看你的牛肉要不要漲 你看看你的雞的飼料要不要漲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俄烏戰爭把這個原來 本來已經快要從這個新冠疫情要復甦的 這個各國的經濟 又給它雪上加霜 那就變成更嚴重 而且一魚鬍子不知道 現在你到底俄烏戰爭要怎麼打 對不對 你現在這個 卡在烏克蘭的這個小麥 說有六千萬噸或者五千萬噸 到底出來出不來 俄羅斯條件擺在那裡 你先取消對我俄羅斯制裁 我現在交給我的小兄弟 土耳其在辦這件事 土耳其你協調一下 你去跟那個拜登打個電話 拜登還在那邊猶豫 拜登做什麼都猶豫 你今天美國通膨人家老有跟你講了 對中國大陸那個懲罰性關稅 三千五百億美金 平均19.5%的這個關稅 你真來幹什麼嗎 還等什麼呢 你還等什麼 都已經長成這樣了 還等什麼 你真的時候就是消費者 美國消費者再多支出 你這個 所以他這個拜登事實上我覺得 真的缺乏一個領袖的棄質 該斷則斷 該做大決定就決定 你今天惡物戰爭停了 不要打了 這個澤倫斯也越來越不像話了 對不對 他來連這個拜登都不甩了 對不對還對罵 所以做一個領導國家 領導人物他要決斷 他都是不決斷 那今天其實 你美國還制裁什麼勁 不要制裁 再制裁你經濟已經往後開了 那你美國往後的話 全世界都受你影響 你還要去什麼沙烏地阿拉伯 還要搞到七月 國內 國內一聽到聲音 他又在那邊 又在那邊 我看又是不曉得怎麼樣 所以這個世界上 今天美國是一個 一個很多問題的源頭 碰上一個猶豫不決的一個總統 對 把美國也搞得亂七八糟 把這個世界搞亂七八糟 的確 所以呢像現在你看 剛才我還看到我們線上 有一位朋友 是念Kevin 他說英國去皮的漲價百分之九十 您是指去皮的雞肉嗎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的是 去皮五股雞胸肉 美國是漲百分之六十八 那不知道我們線上這位 是不是英國的朋友 說漲百分之九十 所以大家現在就是在比什麼 比漲價 漲得多 漲得快 漲得廣泛 是這樣嗎 但是苦的一定是小老百姓 好但話說回來 亮哥我們回來看 拜登現在呢 他說我有在做事啊 我在努力啊 你看我叫國會在做什麼 我叫國會 要整頓一下海運的亂象 他現在是要海運業者知道說 不可以再繼續敲詐 為什麼要講人家敲詐 你們為什麼要動不動就漲運費呢 你漲運費的話 當然那個壓力就會轉嫁到業者身上 然後業者就會去漲價啊 所以他現在說 要對海運業者來動刀 所以美國的眾議院呢 在這個禮拜要審 2022年海運的改革法案 禁止不合理拒絕 美國廠商的出口需求 而你知道其實現在呢 亞洲的出發航線的運價還比較高 業者寧願把空貨櫃運回到亞洲 來搶賺高運價 這個商機 這也因此讓美國港口貨物說堆積如山啊 供應鏈的問題塞塞塞就又來了 你看亞洲往美國的運價說 漲了1000% 這等於就是10倍的意思 好驚人喔 那這一招會有用嗎 亮哥 我不知道他要管什麼啦 就是你碼頭的貨沒有清 人家怎麼進貨 他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他們有一個叫什麼 FMC的一個單位 去監管那個海運業 說去管他 去管 我也不曉得他能怎麼管 因為人家要漲價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怎麼管 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要去監管不合理的現象 不過漲價有很複雜的原因 我跟你講海運航運是一個學問 我隨便講幾個變數 我就跟你講這個是很複雜的 是 第一個是人員漲價 對啊 那當然要漲價對不對 對 第二個是大家搶著要出口 找不到船 那貨櫃 因為前一陣子疫情嚴重不景氣 那很多人都把貨櫃給拆了 比如貨櫃改裝 去做別的東西去了 結果現在突然 疫情突然鬆綁 然後行情上來了 做貨櫃都來不及 所以大家也在搶貨櫃 所以這裡面有很複雜的原因 然後比如說台灣 你如果照拜登的講法 那台灣的海運股應該大漲 有了咧 全部都在跌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上個禮拜不是講嗎 美國那個第二大通路target 對 target都已經在預售九月 九月開學季的折扣品了 他要清庫存不是嗎現在 對 表示他對下半年不樂觀 所以他急著要把東西賣掉 那九月的東西現在就開始折價了 那你去想 如果target是這樣想 那他未來第三季第四季 他會有多少海運的貨品進來 他訂單一定會成少 不會多只會少 是啊 所以台灣的海運股是在跌 所以 我跟你講這種市場的供需 我覺得拜登不能看到一個點 然後就瞎忙 你知道吧 他應該先去做一些 剛剛介大使 剛剛介大使 對他那個要求是 真的是誠意過高了 那個難度太高了 拜登連 國內那個競爭法 晶片補貼521 到現在都還沒搞定 對 這個人真的是 我坦白說 我們如果說川普是過度任性 那拜登真的就可以用無能來形容 真的是無能到頂 真是 是麻煩 不可思議 所以呢 你看那現在呢 一而不決 一而不決 連晶片的補貼 這已經延快要一年了 對啊 這個沒有爭議 現在他們都是在呼籲 拜登也在呼籲 然後那個商務部長雷蒙多 上CNN還是美國的媒體 電視訪問 也是在呼籲 晶片法 就是要趕快讓他過 到目前為止 只能看到就是一連串的 那佩洛西在幹什麼 表示 而且民主黨是多數 還多出11席 表示什麼 表示民主黨裡面 有不同的利益團體 對啊 都想把自己的東西塞進去 連這個都不能整合 你這是什麼黨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